大家好,我是阿倫的醫療志願,請你平衡 手段醫療體系,今年來這個道理社區經營 近前一定在山西鄉來生理三個醫療優勝社區基礎 今天在阿倫社區生理第四個優勝社區 邀請鄉長,傳長以及社區理事長,共同來告白 山西鄉長,蘇維俊表示 山西鄉去平衡,醫療志願也相對較不重 因此手段這樣大型醫療體系 萬一派鄉接著向來中部注意身體健康 確實是讓人很感動的事情 因為這個照顧基礎不是為中部的心理罷關 也讓外出發明的事實可以更放心 今天我們在阿倫社區基礎有散社區的界牌活動 在這裡感謝我們中兵秀團、醫療團隊 對阿倫社區的國中主委的共鳴和服務 在這裡也感謝阿倫社區理事長 我們房理事長 也感謝阿倫社區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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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阿倫社區理事長 還有阿倫社區理事長 對阿倫社區理事長非常榮心 不管是做很多的照顧我們在地 不管是環境的整理也好 照顧老人也好 還是說阿倫社區有些讓我們村民有些健康的外交 今天這個友善社區的成立 很感謝我相信這對阿倫社區理事長 我們會有一個健康的資源 秀團的友善資源來照顧我們整個夏禮村 讓我們夏禮村有一個更好更健康的安全設計 長兵秀團醫療團隊來對我們這個銀髮族 弱勢團體來老人進一步的醫療服務 對我們說老人不用再照顧病人 因為有請專家來給我們載 不然我們這個單親老人 這個醫療團隊的這個服務所進來 進一步的這個加強 修圖便宜中醫師邱博恩表示 人家到一定的年紀 身體紀念體化是百年 如今醫療科技越來越進步 他們做得透過的賣照風雪 煙煩惱化 希望中部可以做到醫師配合 這樣賣檔後是誰安心 我們今天這邊是秀傳醫院 張兵秀傳醫院跟夏禮社區 這一邊的一個友善社區 據點成立的活動 主要目的也是說 希望能夠幫這個社區的民眾 做更多的健康的造福的一個工作的部分 然後讓醫院跟社區這兩邊 能夠連結得更加密切 當然說這邊的民眾 如果有任何的身體不舒服 任何的需求 醫院這邊能夠在第一時間 能夠幫他們做處理 那這個就是一個連結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些活動 接下來可能做一些健康衛教講座 一些健康的像一些血壓測量 血糖測量這些部分 讓醫院跟民眾的距離不要這麼遠 所以主要是做這個部分的一個具體的活動 一般年紀比較大的一些長輩的族群 在社區裡面最常出現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慢性病 包括血壓血糖這些部分的 那這個當然一方面需要家裡的人 平反的跟他們做一些測量 然後一些評估之類的 那當然醫院這邊如果能夠給更多的資訊 那他們也能夠更了解 這樣是對他們自己生理最好的方式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剛好在疫情期間 很多包括一些像衛生的保健 疫苗的施打這些最新的資訊 還有一些疫苗預防的措施該怎麼處理這邊部分 我們都能夠提供更多的協助的話 都希望能夠對這些社區的阿公阿嬤們 有一些更多的造福活動 台灣社會已經建立高齡化 因此完成相關的機制一定是最重要的事 用他以為贏過敵人的觀念 將醫療主要分散印尼社區 是沒有將依靠對高齡照好的共識 然後如何將相關的配合做得好 加依靠政府相關管理單位 進一步來研議 新週花新聞立平洪順賽 彩虹伯德